林丽小贩申诉收档 打包反家被紧开一千块罚干 林丽莹质疑存心所惠 来自一名小贩的申诉 林丽莹出手了 给她一个太过分了 大家帮忙分享出去 这种荒唐的事都会发生 还Mentot Long 这种叫明强吗 后门部长之前讲过 民众在吉隆坡内跨越各区 是无需申请跨县令 警方凭什么开罚单 林丽莹今天爆料 警员当时还对这位小贩说出这句话 为了优先阻断新疫情的传播率 政府在较早前宣布在雪州 吉隆坡和不成 实行有条件现行令 CMCO 然而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莹 却接获一名来自增江小贩的申诉 指指这名小贩在当天准备收档后 在返家途中打包食物 当时就遇到陆战后 被警方开出一千令吉的罚单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 林丽莹今天说出了这名小贩 在日前26日时的遭遇 她认为 此举已显示 警方似乎有矫枉过正 甚至滥权之险 根据报道 这名小贩名为吴永泰 他是在吉隆坡增江北区 一间茶室经营西餐档口 报道指出 他申诉在前天26日 下午4点多左右 当时他已收档并回家 只是在途中打包食物 但却在途中 遭到警方开出一千令吉的罚单 据之 吴永泰的家位于四眼末 而曾江则属于 假动国会选区 他之后 也向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 林丽莹求助 林丽莹表示 吴永泰是在回家途中 即在其住家附近打包食物 紧接着 他却在四眼魅露的 起之滑小外 遇到警方路障 报道指出 林丽莹透露 当时这位小贩 被大约6名警察截停 据之 当时这些执行的警员 要求吴永泰出示 公司发出的信函 或工作证件 但他却向警员解释 自己只是一名小贩 所以 并没有任何公司发出的信函 当时 警员仍然指吴永泰 违反了2020年 预防与控制传染病法 另一区内措施条文 而向他开出一张 1000令吉的罚单 林丽莹还透露 这些警员当时询问 这位小贩 是否需要 Mentatolog求助 因此 林丽莹质疑 这其中有所会的嫌疑 根据报道 林丽莹表示 当时这位小贩 已坚持自己没错 所以拒绝向警员求助后 这些警察才开罚单 他表示 根据高级部长沙比里之前的宣布 敏仲在吉隆坡内跨越各区 无需申请跨县令 因此 他认为 警方不能向吴永泰开罚单 当天沙比里已清楚说明 即在吉隆坡内跨区移动 不需要准证 所以 为何警方还要刁难他 林丽莹也透露 这位小贩子西餐当口的生意才起步 结果就在几个星期前遇到条县令 如今再要缴付这一千令吉的罚款 他告诉我 当时他很生气 因为他的西餐当口生意才开始营业不到一个月 条县令已经导致生意惨淡了 林丽莹表示 由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件 因此 他将代表这名小贩 要求五级阿曼全国警察总部撤销这张罚单 同时 林丽莹也要警方调查 及当时执勤的警员 是否有获警方授权 在事发地点设立路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